我叫徐灵芝 我的丈夫周文 他出轨了 和我新来的下属 我与周文经营着几十家超市 日子也算过的滋润 至于我怎么发现的他出轨的呢 起初 我发现自己的首饰不见了几个 但也没在意 只当是忘记在哪里了 直到有一天 我去周文全权负责的超市去巡查 这超市建立到招人 都是他一人负责的 我看见我丢失的首饰中的其中一件 出现在了我一个收银员手上 那首饰我印象极其深刻 不可能记错的 那是周文用转的第一桶金给我买的 他说这是爱我的信物 此刻我只觉得讽刺 为了他 我拒绝了国企的招聘 陪他吃路边摊 睡地下室 又给他当员工 又给他做保姆 我心中很难受 但眼泪早已经流干了 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 夜里我独自去到了河边 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觉得我的胃在翻滚 不知过了多久 我的烟都吸完了 我将烟盒丢入河中 烟盒在江上泛起涟漪 再见 周文 再见十几年的爱意 我联系上了个私家侦探 让他帮忙调查 我回到家中时 已经凌晨了 但卧室的灯还亮着 我要是插入门的一瞬间 我就听到了里边传来了不小的动静 打开门 原来是从卧室传来的 我还可以在客厅待了一会 直到里边没了声音之后 才进去 老婆你怎么回来了 周文装作睡眼朦胧的说 装得挺像 如果把那脖子上的草莓 和脸上的红韵去掉的话 事情办到一半 回来拿个东西 我淡淡的说 眼睛一扫 只见床下摆着两双拖鞋 一粉一蓝 但我当作没看见 哦 那我继续睡觉了 他将脖子以下的身体 埋在被子里边 我发出一声冷哼 心虚 卧室很大 但其实没什么家具 能藏人也就只有衣柜了 于是我故意说道 我的白色碎花裙呢 我记得在衣柜里边 随后缓步朝衣柜走去 我走得很慢 不然等他反应过来 我都到了 他吓得一惊 忙说道 你那裙子不是在外边吗 怎么可能在衣柜 好像是我停下脚步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不过你反应为什么这么大呢 他支支吾吾半天吐不出个字来 我笑了一声 出去了 还很贴心地把门带上 其实 我根本就没有啥碎花裙 我走到门前 将猫眼扣下来 猫眼也是监控 取出里边的内存卡 走了 再带一会 我可能就要吐出来了 我在他的的超市中坐了一晚 直到白天 我们的超市是24小时营业 周温开着车来到店前 那员工从车上走下来 看见我 面色一僵 随即迅速恢复自然 对我说 我们在路上恰好遇上了 你知道的 周温也走下来打圆场 确实我知道 因为不止一次了 有的时候我在 有的时候我不在 我之前居然这么迟钝 我不禁为自己感到悲哀 我也没说什么吧 我吐出个烟圈 二人表情明显有些细微的变化 随后静止越过坐在前台的我 进去工作了 其实这里没有周温的事情 现在不过是伪装一下罢了 但不过片刻 哐当一声 陈乔在放货物的时候将货架撞倒了 瓶瓶罐罐撒了一地 对不起对不起 他不断向我道歉 明明一旁有扫帚 却偏偏要用手 不扎你扎谁 这时候周温三步并坐两步的跑来 将他拉起来 让他去包扎 这里他来收拾 同时带着几分训斥的语气 说我也不知道帮帮忙 或 我眼神中充满不屑 狼狈为坚落 我冷笑一声 留下几句句 从你工资里边扣 还有啊 评分是 不及格 超市的评级很重要 我的几个字 他们就要重新关门修整 虽然我加带了一些私人情绪 但这超市还是不及格的 就单说地理位置 开在菜市场后边 我心中留了几分疑惑 走了 心中更我心了 得亏我没吃东西 不然又得吐 我也彻底看清楚他的嘴脸了 为了一个外人 来教训我 他凭什么 我下意识地摸烟 但已经没有了 我明明已经很少吸烟了 我寻了个偏僻一些的咖啡厅 给我的律师朋友打了个电话 让他过来 他来得很快 一头波浪卷 戴着墨镜 大红色口红 他喜欢去夜店 酒吧 但从来不乱来 他坐在我对面 喝了一口我的咖啡说 我的宝子怎么了 这么不开心 他是我大学就认识的朋友 虽然不在一个学院 但我们很聊得来 创业那些年 他帮了我很多 我老公出轨了 我装作不在意地说 但真的 真的 心里很难受 就像一根刺 正常情况 他挤到我的椅子上 搂着我安慰到 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 他也很明白 我为什么喊他来 他说你还要收集一些证据 比如说他们那啥的证据 我有的 我拿出包里的内存卡 门是我选的 只不过当时并不知道 有监控功能 还是了解到了 才打开的 是他们做爱的证据吗 他接过去毫不在意地说 我摇了摇头 那就没啥用 他直接将内存卡 丢在垃圾桶里边 拍了拍手 然后他向我问了些情况 扎扎嘴 说 你还需要更多证据 了解更多情况 我告诉他 我找了个私家侦探 他点了点头 然后站起来 让我再多去试探试探 看看那女的是个什么意思 我点了点头 目送他离开 随即手机响起来 侦探发来了个文档 里边先是那女的资料 也就是柳桥的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住址 家庭住址 盛阳小区 这侦探倒是经验丰富 家境贫寒 有个赌鬼弟弟 父母是电子厂工人 在三个月前 也就是这个超市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入职了 如果放在之前 我可能还挺同情他的 我冷喝一声 继续往下翻 时常出入高端用品店 消费水平与收入不符合 还有几张图片 全是出入高端用品的 我们超市的普通员工 工资普遍在5000 但他倒好 就算是最便宜的一家店 消费都在2000起步的 至于为什么这么多钱 自然是那渣渣拿我的钱养别的女人 我阴沉着脸 继续翻 然后就是周文的 我直接划过 侦探说 他去查过开房记录 但是这两人都很干净 所以他推测是在私人空间那啥的 还有些事情还在查 我点了点头 发了个红包鼓励他 他回了个笑脸 并且说道 我这儿有不少大V号 如果您需要 我可以便宜点 我点了点头 现在我需要的 就是去找证据了 盛阳小区 我觉得有些耳熟 并且这小区 似乎就在在他超市附近吧 我开着导航 去到了那里 这是个高端小区 最低房价接近9000 并且不爱租 用我的钱来养别人吗 那我也没理由再客气了 盛阳小区 我嘴里嘀不几声 我记得我认识一个搞房地产的 他应该知道 我摸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那边传来一道男生 不多时 一辆A8出现 他将我带进去 来到了个贵宾室 姐 你咋来了 他才二十几 但奈何有个好爸爸 这些都是他爸留下的 之所以叫我姐 一是我比他大 二是我帮了他不少 我习惯叫他小尾 我不抹脚 开门见山 能给我看看最近三个月的入户资料吗 他点了点头 打了个电话 随即就送来了一份档案 我打开档案 迅速翻开 姐啊 他给我倒了杯茶 一脸羡慕地说 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想法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一笑 长大了 有 我说 我已经在准备了 哦 他若有所思地点头 片刻 我找到了柳桥的资料 C楼六分之五号 这隔壁的房间还有吗 我问到 他打了个电话 然后说 有 可以租给我吗 我将资料收拾好递给他 交给我吧 他拍胸脯保证到 然后他就站在那里 不断朝我眨眼睛 我无奈一笑 到时候通知你 谢谢姐 他跑出去了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 只是实力不够罢了 我也在盘算着如何对付他们两个狗男女 我拿出手机 问了一下我的律师朋友 他说 按照当前情况 最多能帮我分到60% 我皱了皱眉 我觉得不行 于是我问到 不正常情况呢 如果他私自转移财产 或者魔用夫妻财产的话 你是可以让他净身出户的 他还在后边加了个笑脸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嘴角上扬 小微也拿着合同和钥匙来了 并且安排了家具 我到了生谢 如果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就找我啊 他只是经验不足 不是傻 这些年他跟着我转了不少 我开着车 心中想着些计划 他做事没有主见 大部分事情都会问我 所以这件事的关键点 还得在那个女人身上 不过现在我得回家 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 周恩此刻老老实实地待在家 坐了一桌子菜等我 桌子上放了几只红竹和玫瑰花 他见我回我 满脸堆笑 老婆你回来了 嗯 我有些冷漠地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一片冰冷 怎么了 他明显觉得我还不知道他的那些鬼事情 太累了 我走入孩子的房间 孩子上学去了 所以失控的老婆 他追上来 哐当 我将他关在门外边 叮咚 手机响了 是他弟的妈妈发来的消息 说他爸摔倒了 我漠然 本想将手机关机 装作没看见 但他们是无辜的 叹息一声 说我来安排 这些年来 他们时不时出事 然后就会去找他们的乖儿子 但他们那乖儿没人卖 最后又得靠我 久而久之 他们直接就找我 虽然已经深夜了 即使是我也有些疲惫了 外边的东西已经没了 他也离开了 又出去鬼混了 我吃笑一声 开车去到了他父母那里 他父亲还好 只是骨折了 但毕竟年纪大了 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 然后利用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人脉 安排了一个VIP病房 谢谢你啊灵芝 他妈妈握着我的手 这些年来多亏你了 他父亲和他一样 不善表达 所以只是说了几声谢谢 我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准备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响起 是两条讯息 一条小伟 一条侦探 先是小伟 姐 房子可以住了 还有什么特殊需要吗 小伟很聪明 他察觉到或者说猜到了 你看着来 我说 我明天来住 他发了个欧客的表情 随后就是侦探 是一些视频 两团肉在一起扭打 侦探说 他走遍那些不需要身份证的宾馆 最后发现的 不要身份证的宾馆都不正经 监控什么的自然多的离谱 并且这视频是三个月前的了 也就是说 他们早就搞上了 随后还有一些同行出入电影院商场什么的图片 这些都是最近的 嗯 我低着眼帘 这么多年 他很少与我一同去看电影 理由是没空 不想去 累累 明明80%的事情都是我在处理 他有什么资格喊累 双方的家庭也是我负责 孩子的学校私人老师情况也都是我在关注 想到这 我忽然有些崩溃 想哭 我到底是哪里不如他 他拿点由我好 在车里冷静了一会 我深吸一口气 吸了口烟 第二天 我去到了小伟给我准备的房间 家具什么的一应俱全 并且有个平板和两把钥匙 一把钥匙是我的门 一把是隔壁房的门 并且平板里边有几个APP 能看到隔壁房的某些情况 他猜到了 但他做不了什么 打开平板 他们此刻都不在 空空荡荡的 不过沙发上摆着一些私人用品 一盒轻薄安全套躺在客桌上 有几个监控 主要在卧室和客厅 二 我合上平板 可以开始下个计划了 我拿出电脑 开始查资料 做局麻 自然就要做得像一点 做好完全准备 我点了点头 打了个电话给我的律师朋友 他听了我的计划 扑呲一声笑出来 笑骂我是个狡诈的狐狸精 我翻了个白眼 让他不要搞砸了 不然让他提头来借 他答应了 挂断了电话 我的让他去我们超市里边 将那个小三去见见失眠去 也就是让他带着他去一些有钱人聚会的地方 他是金牌律师 又喜欢鬼混 自然很轻松 然后我开始我的计划 我想的是 让那个小三去套周文的钱 撒娇女人最好命 这话不假 我对女儿倒是如此 然后我问了问小伟 有没有废弃的地区 他说需要查一下 我点了点头 那么 我又要开始工作了 巡查的工作是还没做完了 一家超市的启动资金是500万 但我们派给他的资金是800万 其一是因为我们盈利多了 其二是对我的信任 有什么破事情我总能化解 这么多钱 却选选了个最多50万的地区 这很有问题 并且里边的装修也很劣质 我觉得有问题 我开车来到那超市附近 虽然位置偏僻 但奈何名气大 我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 将双眼皮化成单眼皮 带个假发什么的 都是基础操作 随后走了进去 我对于自己的化妆术很有自信 一走进去 我就闻到了一股劣质化学物品的味道 虽然用强烈的香水味掩盖了过去 随后走进去 我赫然发现 居然没有储物柜 我皱了皱眉 走进去 里边的员工不算少 但是一个个都愁眉苦脸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的 我简单巡视了一下 我发现柳桥并不在 而且这里的监控少得离谱 并且有几个还是摆设 也就是个塑料壳子 事情似乎在朝着我希望的地方去呢 我继续查看 一些商品 特别的农产品的价格都偏高 并且也不是我们超市经常合作的那家农业员 按理来说 他去和他们合作 会得到很多优惠 去找到别的反而不划算 除非 我的嘴角勾起 找了个小农员 对方给的价格更低 但为什么更低 就是因为一些安全问题无法保证 我拿出手机拍了几下 还有这超市的气氛 让我觉得很压抑 我找了个空闲的超市人员 问道 毛巾在哪里啊 他抬起头 指了指角落 态度不算好 我撇嘴 小声 但能够让他听到 说 大超市的服务态度这么差吗 你不知道 他叹了口气 看了看四周 小声说 这超市黑心的很 时不时刻扣我们的工资 并且宣传说是五千起步 实际上只有三千 说着还撇撇嘴 还签订了霸王条约 不做满多久要付违约金 我眉头一条 这周文 完的话啊 首先员工工资就低于了我们设定的标准 并且还有霸王条约 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按照他自己的软弱脾气 估计是不敢的 应该是有人挑唆 至于是谁 呵呵 不过我倒是很高兴 我已经能确定了 只需要证据了 你能找到所有的进货清单吗 我拿出了代表着巡查的牌子 并让他不要声张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给上面的 你们也会获得相应的补偿 他眨了眨眼 点了点头 我们加上了微信 不多时 只见一人趾高气扬的从外边走进来 穿金带银 手上还是带着我的手链 周围的其他员工都是低着头 不敢看他 他随手拿了包零食 坐在一边吃起来 并且还大声训斥其他员工 呵 我默默录下来 这以后有他好受的 做完这些 我便走了 越看越气 恰好这个时候 我的律师朋友给我发来了讯息 说最近有个交流会 可以利用利用主办方他认识 我让他收获他的想法 我瞥了一眼外扁 只见柳桥上了一辆我没见过的车牌的车 只是开车的人我倒是认识 去盛阳小区的 我饶近路 提前来到了 然后才看消息 他说他给我发账邀请函 然后让我把这个交给周文 让周文处理 看他怎么做了 如果给那个小三儿的话 那就省去了些麻烦 如果不给就只能我去调他 我点了支烟 回到 放心 他肯定会去的 这些聚会我以前去过很多次 都是结交人脉的 那女的教唆周文私吞公款 肯定是有野心的 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我往下窗 他们来了 我听到隔壁门被打开 然后开启了窃听器 小尾的地盘 一阵肉体摩擦的声音 我安静地听着 点了一支又一支的烟 等到他们没了声音 我知道是时候了 我给他发微信 问他有空吗 怎么 他回道 我说 有个交际会 但我去不了 你帮我去吧 我待会回来给你 我打开了监控 只见柳桥 抢过他的手机 回了个 好 我知道 他上钩了 那么就得开始第二个计划了 我打电话给小尾 小尾说已经找到了 需要他做什么呢 我笑了笑 将计划告诉了他 他可是个实打实的富二代 同时也很能聊妹 嗯 他那边发了几个点 下个项目你来入股如何 成交 反正自己只是演戏 不是 我看着屏幕里边 你浓我浓的场景 默默录下来 这东西 反正不嫌多不是 我对他最后的爱 似乎也随着烟圈消散开了 我迅速离开这里 回到家中 放下了邀请函 便去找我的律师姐妹了 和他商量一些细节 他说 明天开始 在某个星级酒店 我点了点头 把张伟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问 你要废地做什么 还要交通发达的 我说 私自转移 善用夫妻财产 不是也可以让他净身出户吗 够狠 他竖起大拇指 时间来到第二天傍晚 我坐在包间里边 小伟带了小耳麦 我能听到他的谈话 我的律师朋友 则在一旁吃东西 薯片扎子掉一地 很快 一辆车驶来 一道穿着价值不菲白色礼服的柳桥 从车上走下来 至少三万 倒是有几分姿色 我冷笑一声 不过想要在这里 可不能只靠姿色哦 来的人都是小有名气的 大角色来了 一眼便能看出 他是什么货色 随后他走进去 踏入了他所谓的成功第一步 我则是在楼上看着 他迅速融入一堆 年纪相仿的人群之中 谈笑声话 看得出 做了不少准备 这个时候 大门猛地被踹开 只见穿着一声亮闪闪 但价值不菲的小伟登场 周围的人自然是认得这位二十足 都上午敬酒 交谈 他也是笑着回应 但眼神时不时撇向柳桥 心中暗道 这女人惹谁不好 偏偏惹灵之姐 他已经能预料到他的凄惨了 柳桥自然注意到他的眼神 举起手中的酒杯 刚才他已经把消息打探到了 如果能棒上他 想着 几滴酒洒下 落在胸前 小姐 小伟走上前 心中有些恶心 这女的这么不要脸吗 你好 小伟与他交谈起来 我则是在一旁听着 大概内容就是柳桥 在不断打探小伟的消息 小伟也是很给力 做出了一副地主家的傻儿子的模样 我光是听 我都知道他心中有多高兴 又傻又多金 他们聊得很欢乐 柳桥不断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等到小伟问他家中是做什么的 我能感到 他的语气有些变化 随后迅速恢复正常 说 小生意 做些小买卖 是吗 小伟语气带着笑意 随后说 时候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如何 好 他笑了笑 小伟和他并肩而走 随后走到了小伟的大机前 这是小伟最贵的 他对车没感觉 他让柳桥坐上去 带他去兜风 他能看到 这女人脸上止不住的笑容 随后拉着他兜风去 我则是在楼上看着下边 那辆没见过的车 一只手从上边伸出来 夹着一只烟 那金灿灿的戒指很是刺眼 我让律师朋友录下来这些 我则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交际会怎么样 我问道 还好 没什么小人物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语气带着一丝笑意 快了快了 他挂断了电话 小伟那边带着柳桥 开到了市区边缘 也就是我之前 让他准备的废弃地产 这时候 柳桥电话响了 柳桥看了一眼 将电话关机 不接吗 小伟问 他摇头 不重要 很快 就来到了那废弃地产 看起来很是荒芜可布 到处都是杂草 伴随着一栋栋烂楼 这里是一处烂尾工程 诶 小伟停在这前边 怎么了 善解人意的他贴过来问道 这里快拆了 小伟说 你的吗 他问道 嗯哼 小伟很得意地说 政府计划在这里打算 修几条路来 哦 他若有所思 补偿多少呢 哎 也不多 小伟叹气 因为烂尾了 所以只有5000多W 2000多 柳桥瞪大眼镜 嗯哼 小伟挑眉 说如果不烂尾的话 赔得更多 并且就算只有几间房 也能赔得很多 可惜了 没人肯接手这里 哎 如果接手的话 需要多少呢 他问道 如果有人接手的话 500万吧 至于拆迁之后 分红55吧 随后小伟又说 我也不确定 到底拆不拆 你可以去找 政府的朋友问问 好 随后他将柳桥 送到了盛阳小区 末了 还送给他条 很名贵的项链 柳桥很高兴 走了 带他走了 小伟一把扯下耳麦 说 姐 这女人这么傻 谁知道呢 我看着那车逐渐驶去 我知道 我也该回去了 我拿着笔记本 上面是满满的伪造资料 我相信 那女人一定会去让周文 旁敲侧击地问我来 我给周文打了个电话 让他做好饭等我 他答应了 等我回去的时候 桌子上是满满的佳肴 但我一眼看出这些是外卖 我心中冷笑一声 但还是露出笑容 说了声谢 然后放下笔记本吃饭 他问我 怎么最近这么忙 我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只说 这些日子 我在准备个大事情 事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其他城市发展了 他微微一愣 看向了笔记本 他知道 我习惯把事情 记在笔记本上 我吃了几口 便谎称太累 休息去了 我听见他电话响起 随后他进入了房间 我便知道是那女人打来的 我拿出平板 只见那女人坐在客厅打着电话 说着这事情 还给他道歉 说因为遇到熟人了 怕被发现 而且手机恰好没电了 不得不说 他就是蠢 这都行了 然后又是一阵你浓我浓 然后他就露出了真面目 他说他发现了个商机 点点点 把小伟和他说的全说了 他想和他一起投 他出钱 他出力 然后让得到的钱全给他 周文沉默不语 对方见他没反应 继续说 反正之前还剩几百万 你再拿一点积蓄 就好 这不是稳赚不亏吗 他最终还是被他说动了 他说 消息可靠吗 柳桥愣了一下 说 你能让他去问问吗 很明显 他是指的我 他一番挣扎 试试吧 我嘴角上扬 这个时候 我关上平板 拿上平板电脑 我要给他们留下机会来吗 我去他那边拿了个平板电脑充电器 然后放在客厅充电 然后让他明天去帮我问问政府的朋友一些事情 记得等他下班的时候去 他微微一愣 居然这么巧 这事情和政府有关 然后我说 事情又来了 我走了 他看见我拿了充电器的 我走了 我前脚踏出门 后脚踏就出来了 为了方便他我还特地将文件夹标志红了 周温等我走后 迅速拿起了我的电脑 为了他 我还把密码取消了 很快 他顺利地找到了我那个文件 我写得很详细 负责人 投入资金多少 预计回报什么什么的 还有各种数据 他看得眼花缭乱 但我知道 他肯定心动了 第二天 他按照我给的地址 去问了一下我的政府朋友 我让他问的是明年政策如何 他却忘了 只问拆迁这事情 我早就和政府的朋友说串通好了 下班之后随便他怎么说 他点了点头 并且让他不要声张 这事情政府没公开 他眼睛瞪大 若有所思的走了 好蠢 我从一边走出来 是啊 真不知道你怎么看上他的 这事情政府怎么可能不公开 我笑着点了点头 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 按照我的猜想 他大概贪污了建设超市的前三百多W 只需要两百万自然就可 然后他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去借 最后凑够了一百万 但还不够 他无奈 只能求我 对我说家里的父母想换地方 我冷笑一声 这么烂的借口 怎么好意思说 但我还是给了他 恰好这个时候 之前那超市员工发来了一些发票和文件 姐 都在这里了 你们的事情我们不会不管 先将少工资补上吧 我发了大概五万过去 让他们分 这绰绰有余的 他不敢多吃的 我看了看 进货到建设只花了两百万 进货和装修一百万 两百万存款 果然 吞了三百万 我联系了其他地区的负责人 超市很多 我不可能挨个都管 将他们拉入群聊 除了周文 将我找到的资料全发出去 他们都成沉默了 等我离婚后再去找他麻烦吧 我说 其他人点了点头 他们都是我带起来的 自然心向我 可以开始收网了吗 小伟发来消息和一几张图片 柳桥躺在床上 一扇不整 还有一张银行卡 可 我点头 小伟那边 他想投资 但他提出了个要求 陪他喝酒 柳桥怎么可能放过这好事情 就被灌醉了 可 同时我还暗示他 我的生意黄了 被人抢先了 他表面安慰 然后询问 确定了和电脑里边的一模一样 他放心了 然后他打电话联系柳桥 柳桥没接 挂断了 他是以自己的名义投资的 他不喜欢周文 又老又丑 要不是有点钱 他看着桌上的纸条 上面写着 安心等着 他看了看自己满身的伤痕 陷入了对未来的畅想 当然了 那些伤害是小伟找别人来的 当然了 只是造了痕迹 小伟这边 他将一些色色图片发给了周文 周文默默放下手机 他打了几十个电话 但对方已经把他拉入黑名单了 浑身微微颤抖 他似乎 被骗了 而且 还被绿了 怎么了 我笑着看着他 老婆 他嘴唇惨白 动了动嘴唇 怎么了 我明知故问 他摇了摇头 那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离个婚吧 我笑盈盈地从背后拿出一张离婚协议 今天就去如何 为什么 他满事不解 我眼圈红了 你当我是傻子吗 一堆照片砸在他脸上 全是他和柳桥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他泪水瞬间流出 低着头扇自己巴掌 签了吧 我拿出烟 颤抖着 吸了一口 求你了 他跪在地上 他很明白 没了我 他什么都不是 签 我吼道 你也不想人尽皆知吧 咱们好聚好散 对 有用吗 我看着离婚协议上 我的名字 他看了看协议 浑身僵硬住了 净身出户 他的语气带着不可思议 这家也有我的心血啊 你凭什么 他嘶吼起来 凭我在黑白颠倒的时候 你在和别的女人看电影 凭我为了生意满世界跑 你做了什么 这事情由不得你做主 你不服 就上去打官司啊 我一口吸掉三分之一的言 冷静地说 私自动用夫妻财产 与他人非法同居 这些随便一个都够你净身出户了吧 不 你不能 打官司吧 我站起来 走出去 背后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 随即他的电话响起来 是周文母亲 他说 周文 你净身出户吧 我们 丢不起这人 几天后 我站在法院面前 看着外边的满日春光 我似乎轻松多了 法院判决 他只得百分之五的财产 大约是几十万 他此刻双目无神 法院将孩子都判给了我 是孩子自己选择的 周文问他为什么 我儿子说 母亲到现在 每学期家长会都来了 生病的时候 即使在忙都会来接我 照顾我 你呢 只会一句 找你妈去 这怪不了谁呢 只见其他超市骗区负责人走过来 周文 一人走出 递给他一张法院通知书 你吞并公款 哄骗员工签订霸王条款 私自客扣员工工资 违反公司条例 三天后 记得开庭 其他人冷冷地说 然后转头对我说 恭喜啊 灵芝姐 姐放了 我们晚上吃宵夜去吧 好久没在一起了 好 周文呆呆地立在那里 看着手中的法院通知书 晚上 我们聚在一起吃宵夜 我叫了小伟来 和他们说了我的规划 我们城市是我们省第三发达 风景优美 大多人选择来这里养老 我想建设个养老社区 如何 他们同意了 小伟电话响起 他看了看 一笑 是柳桥 柳桥那边 他等啊等 等了好久都不见动静 最后去政府一问 才知道被骗了 他急得团团转 向周文打了电话 周文看了看手机 将他抛了出去 他毁了自己一辈子 随后 法院的人找上他 告知他因违反法规定 需要罚款 至于他在盛阳小区的房子 那是周文名下来的 现在归我所有 一年后 之前选择的西洋社区建立 地点就在之前那个废弃地方 那五百万算是我们入股的 小伟做大头 很成功 至于他们二人 柳桥我倒是不知道 据说染上了病 周文 我倒是很清楚 离婚后几个月 他父亲喝药自杀了 他说丢不起这个人 一辈子的清明 随后母亲不久后 也离世 走的时候 一直念叨着对不起 夫妻俩 这一辈子 最珍惜的便是名誉 据说现在天天混迹在赌场 不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笑着喝了口酒 我去尝试 中文字幕——YK